乳腺癌有什么前兆? 发病前有四个信号,很多人没察觉。 谈到乳腺癌,大家都不陌生, 这是一种乳腺上皮细胞增生失控而导致的恶性疾病, 目前没有科学研究发现确切的致癌因素。 生活条件提高之后,人们越来越重视体检。 如果女性在体检时被确诊乳腺癌, 从此之后一蹶不振,有的不得不面临手术进行切除。 大量的临床研究发现,乳腺癌的发病跟雌激素有关, 特别是生活不规律,饮食不健康, 人群更容易出现内分泌紊乱,从而导致激素过高, 或者是过低刺激乳腺诱发乳腺疾病甚至是乳腺癌。 乳腺癌的高发年龄是哪个年龄段? 乳腺癌的高发年龄段主要在45岁至55岁之间, 这是由于在这个年龄段。 女性的生理机能开始发生变化, 如绝晶器的到来,激素水平的变化等, 这些都可能影响乳腺组织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生理结构的改变, 乳腺组织可能会发生增生, 从而增加了患乳腺癌的风险。 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 乳腺组织的自修复能力会减弱。 这也是乳腺癌高发的一个原因。 乳腺癌有什么前兆? 发病前有四个信号, 很多人没察觉。 一,乳房肿块。 肿块应该是发生在乳腺癌患者身上比较常见的症状之一, 尤其是在乳头乳孕的上方较为常见, 在下方出现概率反而比较少见。 这类肿块的大小是不确定的, 一般两三厘米的比较常见, 有时候单个出现。 有些会突然出现几个, 表现为圆形或者卵圆形。 边界不是特别清晰, 摸起来有硬硬的感觉。 二,乳房出现皮肤的凹陷。 平常的乳房应该是浑圆且饱满的, 皮肤很是光滑, 不会出现凹陷的情况。 但是如果是得了乳腺癌, 因为肿瘤轻润旋润带, 会造成乳房皮肤出现凹陷。 但是乳房皮肤出现凹陷并不一定是乳腺癌, 也有可能是乳房的慢性炎症, 还是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方能确诊。 三,乳头异业。 对于有过哺乳或生育经历的女性来说, 乳头部位有液体流出是正常的现象, 可如若并不处于生育或哺乳期, 但是乳头却莫名地流出来了液体。 而且液体的颜色呈现为乳白色、 棕色或淡黄色的话, 就要考虑是不是乳腺癌到来的征兆。 四,乳腺的不适感。 乳腺癌早期一般无明显的疼痛, 但有部分人可能会有局部的不适感, 如胀痛、瘾痛、 刺痛、与他人拥抱时有压痛等感觉。 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肩背部的酸胀、 发沉等不适感, 甚至牵连至该侧上臂。 当女性出现这些症状时, 切勿当作只是增生的问题。 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排除乳腺肿块的可能性。 乳腺癌成粉红杀手。 妇科医生六类女性或应格外留心。 一,年龄大的女性。 其实,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各项器官功能大不如前。 尤其是对于年龄越大的女性来说, 会出现体内激素分泌稳烂。 雌激素分泌量减少的情况, 这也会对乳腺造成一定的伤害, 增加患上乳腺癌的风险, 所以女性上了年纪。 也要注重对自身的呵护。 二,大量用激素类药物的人。 绝经后没有按照医生嘱咐, 长期大剂量用雌性激素, 这是高风险因素。 当雌性激素过高时, 没有孕激素对抗, 会对乳腺细胞带来强烈刺激, 诱发正常细胞发生癌变。 另外不要使用含激素类药物和美容产品。 三,乳腺癌家族史。 家庭有乳腺癌的病史。 如果是一级亲戚, 母亲或姐妹必须进行相关的乳腺癌基因检测, 这是一个危险因素。 因此,在家庭中, 如果您的母亲或姐姐有乳腺癌时, 则更需要小心。 四,月经初潮早或者绝经晚的女性。 月经初潮早和绝经晚都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一项对超过20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 初潮年龄小于12岁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比其他女性高40%。 另外, 绝经年龄在55岁以上的女性比其他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高两倍。 这是因为乳腺组织在雌激素的作用下会发生变化。 而月经初潮早和绝经晚都会延长乳腺组织暴露于雌激素环境中的时间, 从而增加癌变的风险。 五, 经常做人工流产的女性。 由于在怀孕期间, 女性的吃激素会发生变化, 直到生下孩子后才会慢慢恢复正常。 而在怀孕期间激素发生变化的时候, 如果进行人工流产, 就会让身体的激素突然间下降, 会很大程度诱发各种乳腺疾病。 其中乳腺癌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六, 肥胖的女性。 肥胖的女性由于摄弱的脂肪过多, 大量脂肪堆积就会影响到身体功能。 尤其是代谢功能。 代谢功能受到影响之后, 乳腺的分泌也会出现异常。 这样就会导致乳腺周围的组织发生病变。 肥胖的女性影响乳腺的问题是会持续出现的。 这种长时间的刺激也就是导致乳腺癌发作的原因。 延伸阅读, 乳腺癌手术切除后还会复发吗? 乳腺癌手术切除后有可能会复发。 乳腺癌为恶性疾病, 有转移, 复发等特点。 早期复发几率较小, 为10%左右, 中期复发几率在30%到40%左右。 晚期乳腺癌容易发生转移, 一般不再考虑局部复发的可能。 对于任何的恶性肿瘤, 目前手术根治切除是前提, 同时需要联合术后的化疗、放疗, 甚至是分子靶向药物治疗, 其目的多是为了提高患者的治愈率。 所以, 乳腺癌手术切除以后有可能复发, 只不过分期越早, 复发的概率越低。 亲爱的小仙女们, 乳腺癌虽然可怕, 但并非无法预防。 只要我们提高警惕, 定期进行乳腺检查,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就能大大降低乳腺癌的风险。 在这个三八节, 让我们一起关爱自己, 守护我们的乳房健康。 引起乳腺癌的因素有哪些? 一、压力太大。 现在生活节奏快, 且工作和生活压力大, 很多女性一边照顾家庭, 一边忙于事业, 精神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精神压力可影响乳腺健康, 若一直处于焦虑不安, 以及紧张的状态下, 会对乳腺细胞带来刺激, 增加患上乳腺癌的发病率。 二、 遗传和晚婚晚育。 乳腺癌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若是一级亲属如母亲或姐妹中有乳腺癌, 患上乳腺癌的风险比正常人高达好几倍。 晚婚晚育以及哺乳时间过短, 初潮年龄早于13岁, 确定年龄超过55岁。 大量吸烟喝酒, 总是吃高脂肪饮食等都会增加患上乳腺癌的危险性。 三、 激素。 现在市面上的激素食品越来越多, 若女性滥用含磁性激素的药物会增加患上乳腺癌风险。 另外曾经患有乳腺良性疾病, 胸部接受过高剂量的放射线照射, 长时间使用外缘性雌性激素等, 也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 早期乳腺癌有哪些表现? 一、 乳房局部隆起。 早期乳腺癌乳房局部隆起且有肿块, 隆起的皮肤表面会出现色素沉着。 二、 乳头乳运发生改变。 当乳头下方有肿瘤时可牵拉乳头, 从而引起乳头偏斜和凹陷。 浸润乳头时可引起乳头溃烂和溃疡, 也有部分人群出现乳头结痂, 脱卸和伤口反复不愈合。 三、 酒窝症状。 乳房深浅部肿瘤, 轻润玄韧带时, 乳房失去一定的弹性。 牵拉皮肤可构成部分凹陷, 形成酒窝状。 另外患有乳房慢性炎症, 脂肪坏死以及乳房皮下, 血栓性静脉炎时也会出现皮肤凹陷。 此时需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确诊。 四、 橘皮症状。 当癌细胞向乳腺皮下淋巴管侵入时, 淋巴回流受到阻碍, 导致皮肤水肿, 但毛囊处皮肤不会跟随着水肿。 乳房外表凹陷就如同橘皮一般。 女性需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 保持规律作息和心情舒畅。 多参加社交活动, 避免精神和心理过度紧张, 保持平和心态。 尽可能母乳喂养, 母乳喂养持续八个月左右。 不能摄入太多动物蛋白和脂肪, 控制总热量摄入, 避免让身体太肥胖, 积极治疗乳腺疾病。 不能乱用外缘性磁性激素。 不能乱用外缘性磁性激素。